新款的荣威RX5第三代的车型 我身旁的这台的话是一个新能源的版本 是1RX5 据说第三代RX5在6月11号开启盲定之后 10天时间订单破了2万台 OK我们今天借着重庆车展的现场 来看一下这台车的一些亮点 首先就是整个外观的设计的话 确实比较出圈 燃油版的车型跟混动版的车型 在外观的整体的设计上其实是一致的 只是说在整体的比如说车身的颜色 然后一些细节方面不一样 整体第三代的RX5的话 它的外观就是前脸会非常的夸张 一个巨大的一个X型的一个中网 然后他们称之为凤凰设计 确实呢它整个中网的造型 包括里边的一些点缀 确实有一种往两侧 一个那种飞翼的感觉 有一点凤凰的那种视觉感 此外呢车灯也有一些改变 一个前贯穿式的LED的日行灯 然后大灯的造型里边 也有一些这种矩阵式的排列 所以那种的前脸看起来 还是比较的时尚 RX5的话它的侧面就采用了新能源比较惯用的隐藏式的门把手 此外呢在车身的侧面前翼子版的两侧都有两个摄像头 而且在它的后视镜下面同样也有摄像头 这台车的话据说全车是有28个感应组件 为它的整个NGP的一个自动驾驶辅助的话提供了一个更好的一个保证 所以呢这台车在未来上路之后 它的NGP的话可以实现一个在高精地图下的一个高速的自动下道和上道的一个功能 作为一台新能源的插电稳动车型 这一台RX5的话在整个动力系统方面还是比较有一个看点 在动力系统方面呢它除了一台1.5T的发动机以外 还匹配了一个最大功率180千瓦的一个泳磁同步电机 所以呢它的一个综合功率最大达到了318千瓦 最大扭矩是576米 所以加速时间还算可以 零百加速的话是6.9秒 然后在能耗方面 它的NEDC的一个综合官方油耗的话是仅有1.4升 亏电油耗4.8升 不过呢由于本次重庆车展展车并没有对外公开类似的一些布局和功能 所以呢车门是不能打开的 我们也没办法去体验它的智能化跟科技感 好如果说你对荣威的RX5和1RX5有兴趣的话 可以持续关注向我帮 未来我们在拿到试驾车或者说展车之后 我们会去做关于它的更多的一些静态和试驾的体验